明年市政报告特区政府出手也比往年阔绰 尽管现今分享合金老金等方面都有加码 不过有议员认为对于市民最关心的高楼价等问题 市政报告似乎并没有新意 另外议员吴国昌表示 政府在市政报告各色各样的政策说得相当全面 尽量满足各阶层的需要 但要说到做到就一点也不容易 第二第三季做些什么 变成了明年个别的市场游行政行政法务领域 全部我看到几页子都是持续工作持续 冲作持续工作 究竟明年做不做到东西没人知道 不收钱就会出怪胎 这个怪胎主要的问题就是 什么都做的时候 有些事情怎样去节约 怎样去例行有效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现在我们的马路一日到黑刀挖完之后 都是有问题 议员林相声指出 目前特区政府有过亿元的滚存 政府应该尽早制定预算纲要法 让立法会有效监督政府的财政运作 奥亚卫视高比勒王冠中澳门报道